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上最赚第三季 来 中士 这个陈辰家族的同学 我们爱心拿起来比 比个谁 修兰姐姐 特别是台积电科技班的 是 有没有 从8月底 这个台积电科技班成立到现在 是 细晶圆的环球晶 一直是我们的怎么样 陈概股 就是我们专班里头的 从8月底 多数的人的目光 还在纠结在AI的时候 你跟我开始 做环球晶到现在 包括480的国具 其实就跟环球晶价格 是非常像 一个470 一个480 对 所以到今天 来 环球晶公布 史上最赚 第三季 哇 好大的一个力多 12.73 为什么把徐秀兰当女神 科技业的女神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年 不是很惨吗 可是它第三季 居然可以绞出怎么样 史上最赚 非常亮丽的成绩 这两年 环球晶股价成绩来到900多 对不对 那时候的单季 都没有这个第三季 12.73 这么赚 来得这么亮 它前三个月 前三季已经做好 35块多了 如果你把它第四季 就10块 11块就好了 你再把它加上去 45块 哇 45块当初我带你买 460的环球晶 470的环球晶的时候 本益比相当于只有10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代表说 这个本益比10 如果说 它的股息就是配40 45给你的话 那就是10% 现在你去哪边找10% 真的 这个是高值利率 对不对 那这段时间 如果你从460 470 480 你报到昨天的520 对 有没有 1加5万 那也就是10嘛 就10%了嘛 对不对 股息还没领到 先赚进来啦 所以 这就是怎么样 认真的企业家嘛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说 徐秀兰当年 前几个月不是拿到 世界的 安勇 安勇 世界企业家大奖 台湾唯一一个 连张中萌都没拿过这个奖 对 对不对 没错 非常优秀 我也跟你讲说 买股票你要怎么样 跟着蜜蜂 找花朵 选股同样嘛 你跟着台青教程 认真读书 认真上班的人 的公司的股票 会差吗 不会 所以我才是告诉你 不要随便乱去买 不要随便买小股票 企业领导人很重要 对不对 你要买就要买顶尖人 才在经营的公司 跟分析师也是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发现很多传产 没有看到今年一整年 你才报传产的 多数的传产你是赚不到钱 但是多数的科技股 你从一月到现在 你是可以赚到钱 还不是小钱 是大钱 那整个十月 多数人不是觉得 十月很难做吗 你跟着那种 只会解大盘的大和尚大庙 然后你就去看到这个指数 破了一万六 你在砍 在停损 在停利 我们怎么样 很冲容的 弯腰减钻石 所以你看这六七百点 很多人都看到这六七百点 不知道涨什么 没有涨什么 就外资就回来了 涨成概股 因为杀也是外资在杀 扛也是外资在扛 为什么 光是看 全王台积电就知道了 今天全王台积电 又涨 而且今天来到556了 你记得我跟你讲 我说光这个外资 做这个台积电 你真的会笑死 我是不是 他自己看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 台股这几天会这么飙 我说不是你跟我拉的 也不是嘴巴那些大庙大和尚拉的 他们拉不动 他如果拉得动 当台股跌破一万六的时候 是他叫你来互盘的吗 我是叫你弯腰减钻石 但是我拉得动指数吗 我拉不动 但是我懂得带我们的同学干嘛 弯腰减钻石 我懂得带我们同学 卡外值得有 对 是不是 他们在砍 之前他买两万张 两万张 三万张 对不对 他买两万张 然后再砍三万张出来 有没有 这波不是他买 这波不是他在这个跳空 买两万张吗 我在这地方 我是不是两百 两百三带你做两趟 是 科技班的 先进科技班的 双十钱 有没有 来 这波 他在那边买两万张之后 这波又下来 有没有 可是台积电没破前提 台积电没破前提 我那时候拿大盘跟你讲 对 我说指数 会不会回到原点 就是看 台积电 台积电跟AI 对不对 可是我的理由是 台积电第四季是传统忘记 所以台积电不会回去 是不是被我说中 没错 是不是被我说中 要不要把我那一集拿出来重播 播不完 自己回去看 红色框框YT去看 就果然嘛 他这边买两万张 他砍下去砍几张 砍三万张 砍三万张 来 数字骗不了人 你直接看 老师直接让你看数字 就这几天啊 外资砍啊 砍三万张啊 不手软 砍完有没有 砍完 接下来这礼拜 从联准会的不升息之后 这三天 这几天 又是外资怎么样 自己买回来 所以外资会赚钱吗 不会嘛 自己砍自己买 有没有 再把那三万张又买回来了 是不是 那这段时间 如果你去 你就算前一波 你去套这边的 你解套了吧 但是你怎么样 你跟着外资的后面 我说你跟着外资的后面 你永远 慢我两拍 外资慢我一拍 你再慢外资一拍 你慢我两拍 对不对 这台积电今天多少 556了 556了 是啊 这一个回头 怎么看到 因为他在等 等台积电这个月的营收 环球晶已经先出来了 看到了 时尚最强第三季 好 那你看一下 环球晶今天 今天有大力多 季报出来了 对不对 出来了 出来了力多出境了 有没有看到 之前的外资 是不是都小买 对 可是外资 两个月让你 他大买你不买 你怎么突然在季报 出来前两天买 这代表什么 有人 代表总之有人 比你早知道 早知道 有没有 可是 如果你买在外资 这两天 包括投信 大买之前 你先进去卡位 就像我们 对啊 8月9月 你可以先买起来 就像我们 那今天 开高走低 今天连开高都没有 今天直接是开低 因为 都在盘下 他今天都在盘下 大家都知道了 外资这个 快2000张的 就准备跑了 本来我还期待 今天会直接开高 我要甩掉 你知道吗 就他连开高都没有 就直接在盘下 开高都没有 那干脆怎么样 我直接甩了嘛 反正买点决定胜率嘛 所以老师的动作 那你如果是 这两天 你这两天 你看到外资 买 大买1000多张的时候 昨天再去买 你买520再冲进去 对 你买520 今天有没有520 没有 今天直接开下来了 509 510还破了 对啊 509 所以是不是在验证 我怎么讲 你要买在前面 买在前头 你要买在大人前面 对 对不对 我说 你要先跟我 潜荣勿用 然后怎么样 立见大人 92 立见大人 有没有 现荣在田 立见大人 事后还有怎么样 还有9394啊 你终日前前的话 你都还有机会 他真的就是这样走 在这边是不是潜荣 是 你要盘 有没有 龙盘 潜荣嘛 对 我们客机班就在那边 带你坐两趟嘛 对 有没有 来 那最后呢 开始立见大人 长线部位了 开始立见大人了嘛 92 投信来了 对 对不对 然后93 君子终日前前 94或要在冤 是 对不对 到后面 开始大买了 立见大人 那有95嘛 立见大人嘛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量 之前量都没这么大 是 对不对 这一根黑黑 量就跑出来了 是 立见大人了 都是在等季报啊 现在谁不在等季报 以前季报出来 这么漂亮 你永远觉得 哇老师 这个 史上最强第三季 史上最强 对啊 今天居然连开高 都没有 连红都不红 你就知道现在的投资人 很聪明了 对不对 哇 要蹭立多 大家都想要蹭今天 立多 卖 但是大家都以为今天会开高 所以我猜很多人今天都直接挂 开盘价 卖 对不对 赌会开高 就居然是 直接开低 总有人早知道 好 所以 这个时候还是回归到买点决定点胜率 如果你买在四字头 你到今天你不会担心 如果你是像我们470 480 你是不是到现在心都还是很安 都是赚钱的 来 直接看操作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这一档 神山供应链 老师昨天是不是有邀请你 跟你说了有一档神山供应链 山头鞋照有够鞋 对不对 你看山头鞋照 我昨天就跟你讲这一个 对 我猜有 我猜我能看到了 因为它是层概股 我是把它贴起来 对 这边都贴着 可是老师你没有贴它的价格 我把 我今天在YT我把它开了 开牌了 对 台湾金队 4583台湾金队 你可以回头去看昨天 的线 对 昨天是不是给你看山头鞋照 这条线嘛 然后还给你告诉你 昨天有勾起来一根红K 对得起来 你都可以直接对照 4583台湾金队 好 我们把时间如果再缩小 你看 就是老师昨天 邀请你的这档 229 你赚到了吗 你昨天有来吗 台湾金队你们都知道吗 上一次我们也是在210 有没有 200 211布局 后来怎么样 那个财讯的谢董 出来讲说隐藏版的台湾冠军 毛利率比大力光台积电还高 就跳空 结果过一个周末直接开盘涨停 连两根 到270 280 是 又来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山头鞋照 是啊 很斜啊 山头鞋照你懂不懂的能够 把握住有地开买值去买呢 今天来到229 那重点我们的买进价 科技班的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买进介绍 我今天我把科技班手上的 四档股票全部清仓了 来 好老师通常手上 让会员拥有的是五档股票 最多五档 对 上线五档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出掉四档 这张表你看过对不对 对 好这是最新更新 今天全部清仓 对更新版 今天全部清仓 让大家看清楚 上次这张表我给你做到这边 对不对 那时候在40% 14万级嘛 对对 14万级嘛 是 今天台积电 团球金 金星科 台湾金瑞 全部清仓 全部获利下车 累积 20万 从八月底这个班开到现在 如果我每次 抠讯给你的时候 你就买 你就是买一张 好 我还没有说买什么 五张十张 你就是 每一个抠讯 你跟我买一张就好了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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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下来 累积 获利 超做胜率百分百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强调说 这八月底 九月到十月 你们多数人都觉得股票很难做 对不对 老师邀请你富贵稳中求 可是我告诉你稳中求 我当初开这个台积电科技专办的时候 你们都会觉得有神经病 要做台积电我不会自己做 要做台积电供应链我不会做吗 这两三年来 你在早上跟晚上的财经节目 你还少听了什么台积电供应链吗 加登 樊轩 杏唐 对不对 再加上六月我讲的星云 万润 你知道 你知道 你会做吗 重点你赚到了吗 你这两个月来 你有赚到又吐回去吗 这两个月 我想对多数人来讲 五六七你去赚AI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好做对不对 可是偏偏怎么 我这几个月 我遇到的都是在AI受伤的人跑来找我 然后呢 最后还是相信怎么样 富贵我 不要再玩大富翁游戏了 对 好不容易盖了房子 有没有 机会命运一抽 房子全烧毁了 没了 好不容易 前进了五步 抽到命运 请你退了五步 有没有 没了 我想大富翁游戏 你不要看它是一个游戏 它讲的就是 一般人 在古海江湖里面的岁月 的辛酸血泪时 就是这样 那同样的 你在股海里面如果好几年的 你有觉得你的股海 你的股票操作就像在玩刀锋的游戏吗 总是进二退三 进二退五 有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说 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你要能够每一笔出场 都是获利出场 你的资金才能够累积起来 没错 但是你想想 在八月底的时候 那多少人在跟你讲 伪创广达 技嘉 技嘉 这几个 特别是 早上早晚的 大庙大和尚 告诉你的股票 两个月前到现在 你的每一次操作 你都获利 都百分百获利下车吗 如果没有 赚这一只又亏那一只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把自己累积起来 我这边的每一个操作 我都在节目 单次我都跟你交代 如实以报 对不对 我的每一次 我用LINE 有没有 有 都截图给大家看 我把我们永诚抠讯 发到你手机的抠讯 我都贴出来跟你做交代 买进 卖出 价格 日期通通都是直接公开 所以你看 我如果把单次操作的报酬率 累积起来的话 20万 你前一天看还是40几% 对 到今天60% 对 然后 20万 如果你是一张一张买 对 单张的价差到现在 8月底到现在 我不晓得你觉得这样的操作 是太频繁还太少 但是 不管多少 我们富贵文章球 对 你就问问你自己过去两个月 你说胜率百分百就是这样来 如假包换 对 假一赔十 欢迎你来查 我敢讲 全中华民国投过分析 没有一个敢像我这样 把他公开来 为什么不敢公开 敢公开的 有可能是假的 怕被你告 不敢公开的 就是没有这样的绩效 实在做实在讲 实在公开在你眼前 过去两个月 你赚到像这样的获利和绩效吗 你就问问自己 这会比破断差吗 我说有破断 有破断 做破断 没破断 9月10月之后 最难做的时候 我们一样来回做 环球金还给你赚个三五千 对 五八千五千的 都可以赚得到 台积电也可以赚得到 台积电可以带你做加差 是啊 你知道台积电我有挡套 五百五十块的 老师讲话好诚实 对不对 对啊 确实 你自己去看 我这边立得清清楚楚了 今天清仓的这场台积电 成本当初就是买五百五 五百五 我想今天来了 外资也都买三万张了 我先走了 过两天 他又给你砍 砍三万张出来怎么办 那我不是又要再等下一次了吗 我干脆怎么样 我今天全部清仓了 我们要重新调整 台积电科技班的 你跟我这两个月 我今天第一次清仓了 对不对 我今天清仓 我让你大获全胜 是 每一档都是赚的 胜率百分百 台积电三百二 那时候让你接的三百 五百二让你接的五百三 就让你走两趟了 三趟了 这一个最后 这一个五百五套的 今天全速获利下车 包括环球金 也是 对不对 全部啊 你都可以来查 是 好 所以你问问你自己 在过去这两个月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获利 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直接加赖 待会广告中电话直接播通 台积电科技专班 现在所剩名额不多了 想把握着朋友 直接加赖 直接打电话 最快速 我当初开台积电专班的时候 我说我的班 我很少 我很少 我通常开了 我就怎么样 名额满了 我就立刻关了 对 就是限额 所以上个月不是有个标股支付班 30个名额 有没有 30名额 满 关 两天一夜秒杀 对 满了就关 没了 台积电科技班 我本来不想开了 我说你真的要 做台积电 因为很多人看不上 台积电 觉得他慢 航空母舰战斗群 对 但是这两个月来 你看了那个 对不对 我让你印证了 对 这两个月来 我让你印证了 百分百的胜率的操作 对 我一张都没有让你停损到 这两个月 谁让你去停损了 你自己 去找你的分析师 我一张没有在 让我会员停损 胜率百分百 这科技班一张没有在停损了 那你看到 胜率百分百 全部下车 你想要吗 对 来 现在 所剩名额不多 我说如果你要 你自己跟我们老板讲 你打电话来登记 是 名额不多 你自己赶快卡 除了那四个族群 我说特别这四个族群的 对 雪中送胎 你这四个族群的 我不会跟你名额限制 你只要可以证明 你是这四个族群的 其中一个族群 我说我这个人不爱锦上添花 我买股票 我也不爱锦上添花 你们只要去几张添花都去追高 我特别喜欢人家不要的股票 所以我可以带你 百分百的胜率操作 我说你是AI受伤的 退休族 单亲的 白摊的 没有名额限制 你来找我 但是除了这以外 我们现在来登记的 新朋友 早上有15个 到我来入中射售 20只剩10个了 如果你要 你广告时间电话打来 就这么简单 好吗 我们先进广告 是 打电话咯 来 这是今天工商的大新闻 是 所以英特尔自立 使AI无所不在 今天很多英特尔干联股都大涨 是 对不对 好来 你们有没有订阅我的YT 红色框框 我说我一天是不是有三个节目 是 其中一个 一个是讲都快一小时的 一个是这个中式 对 另外一个 我会再去讲一个专门讲产业的 我说这25分钟不够我讲 我说一个分析师 每天可以讲两小时的 节目 解盘跟这个产业 我想全中华民国分析师 大概也只有我做得到 你不要不相信 早上的名嘴跟晚上的 财经节目的名嘴 都是上去五分钟 然后就一百分 有没有 来 我是讲两小时 我昨天我给你讲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有订阅YT 在昨天晚上 你有看到这一个的 我说英特尔的AI梦 基辛格的黑暗荣耀 对 AIPG供应有哪些 我给你带这一张 这一张 有没有 我在节目上 我是用马赛克 是 我说你来要 我给你 有没有 昨天晚上 你来拿 你来拿的朋友 今天你都可以买 你今天都有机会 其中老师 现在现场开 昨天你来看 老师还解释什么 为什么叫做 基辛格的黑暗荣耀 他被谁霸凌 谁欺负他 好 老师昨天在节目 都讲得很清楚 红色框框 聊产业的节目 看起来 来 麻烦你看一下 昨天有索取的朋友 广达 仁宝 伟创业达 你看今天这档 这几档股 他哪一档没有涨的 他今天涨盘 你都还可以滴滴买 AI 这几档有没有看 我昨天跟你讲 如果你有看产业来要 你要到今天开盘 你去买都赚得到钱 广达 你开盘 你今天当创 还有一万 伟创也是冲到一百 对不对 音乐达不用讲了 还有还没开的是谁呢 你想拥有吗 我前几天我也在跟你讲 一样这个 陈辰鸟产业 一样这个节目 我说那些年 我和极端股恋爱的是 第三集 第一批第三集 新糖 来 你看看今天的新糖 这一集是11月3号 4919的新糖 11月3号当天的新糖 126块 各位亲爱的 今天来到了131块 一张又是5块 来 131 讲的那一天是杀去的 126 昨天自己买回来了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 你的新糖你就不会乱看 好吗 记得订阅 赶快我的节目更好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